2021年6月13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我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复苏计划 为摆脱冠病疫情后的退场工作做好准备 首相慕尤丁表示 这项依据数据、科学和包括已完成的准备工作 如疫情、经济和疫苗接种计划的管理的退场计划 将在下周提成给国家安全理事会 他认为我国是时候制定一个退场计划 或者是国家复苏计划 以彻底摆脱疫情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需要各方的合作和支持 而这项退场计划将分阶段进行 直到政府彻底扑灭疫情和完成经济复苏的工作 他说 基于我国已经设立了越来越多的疫苗接种中心 因此政府放眼每日疫苗接种的数量将增加至40万剂 不过他也说 政府仍会在人民主屋区或者是乡村地区 增设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 确保更多人能够接种疫苗 此外 慕尤丁也指出 政府正在考虑为国家疫苗接种计划的注册期限制定一个截止日期 而目前尚在研究阶段 看看为疫苗注册制定期限是否合适 换个焦点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莎比利表示 若国内冠病确诊病例下降至每日的4000宗 政府将会重新评估从6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封锁行管令3.0 他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封锁即将结束 而是有可能放宽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他指出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和卫生总监诺西山都表示 当大麻的确诊病例减至每日4000宗 全面封锁行管令3.0才会被重新检讨 他补充 卫生部将会在进行风险评估后 针对我国达到4000宗以下的每日确诊病例时 应采取什么行动 与国家安全理事会的特别会议中向国安会提出劝告 他今日到新山中央医院巡视野战医院建设工作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他希望随着实施全面封锁 我国能够在下周达到每日低于4000宗的冠病确诊病例 以便可以重新评估全面封锁行管令3.0 来关心疫情消息 刚出世育一个月的宝宝感染新冠病毒 医护人员抱着小患者送入隔离室 并心酸发文恳请民众别随意的拥抱和亲吻别人的孩子 导致他们无辜受罪 该贴文由一名相信来自亚罗斯达的医护人员 因杰安诺卡所发布 身穿防护服的他怀中抱着一个刚满月不久的小患者 准备把小患者送入隔离室治疗 他在文中叙述 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不间断的接收冠病患者 6月8日 他接到的任务是护送一名仅一个月又5天的小患者到病房 让他感到无比的心疼 他恳请民众别适处走动探访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和老人家的地方 必须好好地待在家 更别随心所欲的拥吻小孩 另一方面一名27岁无疑青年 4个月前才从冠病痊愈 日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但他抱着身体已有抗体 不会再感染的侥幸心态 反复病了6天才在医生的间议下进行检测 结果报告陈阳性 两天后他突然在家中晕倒 送院后不治 乌拉港行动党特别行动队队长 李凯明今日在其脸书上就分享了上述年轻男子 二度确诊上命的故事 并写道是命中逃不过的结还是人为疏忽呢 这段话发人省思 他还说虽然已证明一般人确诊后体内会有抗体 但暂时无法证实这抗体可以维持多久 冠病二度感染的案件虽然确实很少 但并不代表没有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别忘了谨慎防疫尽量减少外出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